嘉義縣阿里山道路比籃球還大 土石崩落 夾帶大量泥沙和漂流木 全部砸在大馬路上 目前是無法通行的 完全無法通行 地點在169縣道17公里處 土石流造成道路中斷 這都是受到台風外圍環流影響 曾文熙 溪水暴漲超驚人 朱吉祥同樣遭遇土石流襲擊 民眾開車到一半 土石流直接衝下來緊急剎車 差一點就被砸到超驚險 高雄山區也開始降下大雨 桃園區三小時累積 雨量108.5毫米 那馬下100毫米 緊急撤離400多戶居民 屏東東港東流線碼頭 大浪一波一波 打上岸連桌子椅子都快被衝走 國境之南墾丁則是有遊客趁著插紅機前 跑到南灣沙灘上踢水踏浪 水上活動業者則是把水上摩托車拖到高處 以免被衝走撞壞 高雄西澤灣也刮起拔起震風浪高四面關停平台封閉 康諾颱風陸上簡報剛解除 但西南氣流立刻來報道 南臺灣刮風仙大浪 土石流說來就來居民風景神經 這南部綜合報導 我是李宜璇 主播工作對我來說是一秒都不能鬆懈的戰場 張漢洞社會大眾關心的議題清楚傳達出來 更要求自己先是一名認真的記者 才是對觀眾負責的主播 更多新聞請鎖定中視YouTube頻道 記得按讚訂閱分享並開啟小鈴鐺喔